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你看現在 美國聯盟眾議院還通過了 202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重申 台灣關係法啦 六項保證啦 支持台灣要維繫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啦 邀台灣參與2024的環太軍演啦等等 每次都是這樣說 邀請台灣參與 但最後有沒有 沒有啊 然後呢 7月19號聯邦參議院軍委會 還向院會提交國防授權法案 那麼美國行政部門要在法案生效180天之內 與台灣相關的部門官員制定幾年的計畫 為台灣包括提供防衛的能力啦 還有進行訓練啦 還有演習啦等等等 可是這一切的一切 你說真的是台灣所要的嗎 這個議題啊 我等於參與了30年 從九六飛彈危機我搞那個Mountry Talk就是搞這個東西嘛 我告訴你啊 美國一天到晚喊台灣自我防衛 你們聽懂這個真正的定義是什麼嗎 因為台灣老闆一天到晚寄望在美國可以保護我 對吧 可是他一再強調你自我防衛 所以大家都不願意聽懂這個話的意思 我當立委的時候被邀請到George Town就是華盛頓旁邊那個大學區裡面 參加一個研討會裡面參加的都是CIA的國防部的跟這個這個 那個均衡工業的這些代表在裡面 包括現在你們講的那個亞洲沙皇 Kirk Campbell都在裡面 他給我的議題是什麼 台灣為什麼不能增加國防預算 就是要我們多花錢買武器 你看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對不對 那我就跟他講啊 台灣不是不願意花錢買預算 是要買到我們要的東西啊 你們老賣我叫台灣model 我叫Tmodel 下面一個senator就問我What's the Tmodel 我說Tmodel就是你把重要的性能給我砍掉了 弄一個garbage賣給我 弄個垃圾 垃圾 因為你主要的功能你把它降低了嘛 你像最近這一次你買F-16V 要打370公里的空對地飛彈不賣給我 它就有點像它支援烏克蘭 打300多公里的海馬是不給你 為什麼它免得惹上跟中國對戰 你會打到中國 烏克蘭打到俄羅斯 台灣打到中國本土 你要講非對稱的話 就是說我用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利益 那這370公里的飛彈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攻台它不是一波一波的來嗎 那中國內陸的飛機要到沿海的機場啊 到沿海的港口 來打台灣呢 如果我有這種長距離的 我就一下子把你這個整個轉場計畫就破壞了 你就不能如期的聯合起來來打了 這種就叫做非對稱了 那我買這麼多武器總要有個用處嘛 不是在我家門口拼來拼去嘛 第二個我跟你講 你永遠不要指望美國會戰略侵襲 因為戰略侵襲就是等於跟中國正面宣戰 兩個核子大國不可能打的啦 就是打模模模模糊糊傳統衝突 演變成你智力防衛你去消耗中國大陸 對美國是最有利益的 所以美國現在是不是越來越說了 我想請教一下帥將軍 因为我特别把这一部分 先补充请教您 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智库 昆熙研究所 他就说美军是强大的 顾及亚洲的能力越来越有限了 不是很强大吗 却说有限 然后现在台海战略 在财力上已经不可持续 搞了个半天是说我很强大 但是我美国越来越没钱 所以我顾不了你吗 因为这个报告 为什么我们值得重视 昆熙是最没有什么政党 立场意志形态 比较中立 中立的 他也花很多时间 很多人力去研究这个问题 都是共和党民主党 不愿意讲的东西 他是实实在在讲出来 他现在讲的一个名词 就是我以前在这边讲了很多次 他推出第一岛链了 他叫战略收缩 战略收缩 收缩 你收缩 你把主要的 你看有一张图不是 中国大陆那边有七八十个基地 所以战略收缩 你看空军基地 海军基地的对比数量 大陆在东南沿海七八十个 对 美国在东北亚 可以数得出来了 在韩国的大丘空军基地 在日本的横须厚的海上港口 然后琉球的驻军 然后下地岛的驻军 你加起来不超过我十个手指头 那这个基地代表什么意思 老共几千架飞机 都可以利用这些基地 一波一波地打 你这边就是几个基地 又都是在东风飞弹的 这个威责之下 所以为什么去年 前年就开始 美国所有国防部也好 智库也好 的兵推在第一岛链这些 它占不到便宜 占不到便宜怎么办 那就要后退 所以就收缩 但是它强调它还有攻击力 对 美国的潜艇还可以流到海里面 也可以对大陆打出巡异飞弹 那琉球跟这个所有的岛 也有飞弹可以打 但是它的主力是在关岛 五六条高级的核子潜艇到关岛 B1 B2的隐形轰炸机在关岛 B35B这个飞机 两个中队也往后撤 到北林岛盖机场 这就意思就是说 在太平洋 西太平洋 它已经不能够跟中国对干 那它就要确保 这个中间的第二岛链的存在 它这个要有 但是它也说我有攻击力 对 你有攻击力 那问题下面我的问题 那台湾怎么办 对 台湾怎么办 台湾就自己应付了 所以最近它一天到晚在推销 台湾你多买点海马士 打它的登陆船 然后你还要买点地面决战 城镇战 后备军人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你自谋生活了 对不对 我在后面雇你 你自己先上 雇不雇我们现在不知道 因为现在台湾最大的指望是日本 日本讲说台湾海下有事 就是我有事 那真的有事的时候 你做不做呢 这个问题我们要 那我们希望如果是寄托在那个不可靠的日本 或者是往后缩的美国 那我们就自谋生活吧 这一次是艾斯伯 他率领大西洋领事会访问团 不过当然大家就关注说 跟蔡英文见面到底讲了些什么 那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 那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就是 他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中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有看到他这次来讲 他有讲说一中政策没有用 应该要远离战略模糊 大胆的提高国防预算 增加不对称战力的能力 甚至呢还延长 关注台湾的问题 延长征兵制兵役期间增强 后备战力以及动员能力 所以这个是不是可能是另外一种 对台要推销他的这个军售的一环 不过他讲一中政策已经没有用 六月份六月份其实他就曾经有讲过说 呼吁拜登政府应该要检讨 这个所谓的一中政策 所以这次再来是不是类似像这种话 你讲得越大声 讲给民进党听 那么越容易从民进党政府 取得他所想要的呢 老师 我想了一下 这个艾斯伯 他是川普时代的国防部长 他在国防部长任内 有没有讲过说美国的一中政策 应该要调整或者是废弃 好像没有 至少我没有查到 然后他说美国是不是应该 丢掉战略模糊 改对中共采取战略清晰 我查一下 好像也没有 真正在任的时候都没讲 卸任了就讲了 卸任就讲了 所以确实像主持人刚刚问的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 因为他在任的时候 为什么国防部长多重要的一个位置 当然 那为什么他不利用他在位置有影响力的时候 努力的去推翻美国的一中政策 还有美国的战略模糊 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对不对 蓬佩奥之前也是一模一样 蓬佩奥 蓬佩奥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忽然要跟我们建交了 下来以后 下来就这样 对对对 就这样说了 对 那他们这些人啊 我只能说因为多多少少跟军火商都会有蛮密切的互动 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本来就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只是说进了内阁之后他没有办法公开的讲 这个我可以体会 因为你总要有个团队精神嘛 对 可是他在川普的时候 这就是我比较质疑的地方 川普政府任内 你看尤其像刚刚言老师讲的蓬佩奥 讲到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个几乎把调门拉得好高 对 那为什么艾斯伯没有呢 所以总之我只能说 他的这些说法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在华盛顿呢 有些政策分析家确实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就我个人的了解 美国的官方好像还没有什么人认真的在讨论 我们是不是不要一中了 我们是不是不要战略模糊了 官方就我了解就我了解 应该还没有讨论到这些东西 完全现在都是民间的分析家或专家他们提到这些 所以当然我们必须要假设这些分析家或专家的意见 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一些思考 但是目前这个影响的层面我还没有观察到非常的明显 好那艾斯伯他到台湾来提到当然就是国防预算 美国你看每一个来几乎都叫我们赶快多买东西 那多买东西如果今天是个分散的市场也就罢了 但是呢我们多买东西 卖家就是美国了 对不对其他的国家不是不敢卖 就是他根本没有我们需要的武器系统 所以增加国防预算说的很简单 但是像譬如说今年我们的国防预算 常规的加上特别基金等等 已经到了新台币五千大概三百亿左右了 非常的多 好那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预算 我不是说不要国防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去 当然帅将军比我清楚太多 我们怎样就合理的去采购到 符合我们自己建军备战所需要的 而不是美国人跟你讲说 你拿你先拿这个自走炮好了 自走炮现在缺货 那你就拿海马斯去 这个安置飞弹去替代好了 自走炮跟飞弹两码是码 对不对 连我们这外行人都觉得 好像替代性有点不太一样 好那国防预算要提高 反正美国每个都来讲 那历任我们的历任政府 都会受到美国的压力 那不管那就算了 那就看哪一个政府比较抵得住压力 但是呢他讲到这个不对称战力的时候 像今天对不对称战力 对今天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我们空军这个F16升级的时候 对我们是有像那个主动震向雷达等等的都有 但是呢比较长距离的飞弹就美国到现在 没有批准卖给我们了 那这些到底算不算不对 是不是因为他不算不对称作战的战力 所以美国就不卖给我们了 那如果我们今天 譬如说我是一个蛮身强体健的运动员 但是给我配了一个只能看到一百公尺外的这个 十公尺外的这个眼镜 那我到底我一生有武力 我有这个强健体魄我能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他很多东西要跟台湾讲清楚 到底什么是不对称战力台湾需要的武器系统 不然每次都是我们好像要养成上益 看你美国讲什么 美国要卖什么我们就得买什么 这是很头痛的问题 你要的东西他不见得给你啊 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